真是没想到 还有要给三千雷动道歉的一天 自从斗破苍穹官宣了电影 我这心里堵的那是上气不接下气 本以为有斗气化马卧龙在前 没想到现在又蹦出个凤厨 弄得我这小老弟那是汗流加倍 且先不说正片质量如何 看这些选角一眼匹配度就不合格 首先是最无语的云运选角 事先声明 本人对胡静老师没有任何的看法 虽说本人没看过多少老师的作品 但人民的名义中 老师的演技我是十分认可的 对于老师的业务能力 我也是十分放心的 只不过有时候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对于云运这一个角色 很多看小说和动漫的都有一定情节 原著中的云运雍荣华贵 妥妥贵妇形象 长得也甚至美丽动人 在很多人心中就是女神般的存在 都想着当曹贼将她占颖 对于这一角色的还原度 动漫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还记得当时 我就是因为看了山洞里云运的剧情 还决定在后来入坑斗破苍穹动漫 只不过嘛 现在被伤了一次又一次 传奇一刀999的数字 已经不能再记录下 此刻我内心受到的暴击伤害了 再说回选诀 胡静老师大敌也是不再年轻了 虽说和原著的云运一样 都是四十多岁 可毕竟小说是小说 现实是现实 现实的四十多岁 很多人已经开始显老了 像不少人说的 云运是少妇 不是阿姨 从整体形象上看 云运这个选诀 已经偏离了太阳系 完全不搭边了 前有刘晓庆71岁眼少女 现在胡静老师也是胡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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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完这个预告 个人觉得特效还行 至少没有斗气画码那么离谱了 你要不披着斗破苍穹的皮 我高低还可以夸两句 不过吗 现在我的心情就像这个片段 直接给我一个把世界全部灭掉的高音